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报道,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,在美国,约有80%的新冠肺炎死者年龄大于65岁,该报告统计了2月12号到3月16号之间的死亡病例。报告指出,新冠肺炎重症以及死亡风险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长。 数据显示,85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率最高为10%到27%,65岁到84岁的患者死亡率为3%到11%,而19岁以下的患者中暂未出现死亡病例。 住院患者中,36%年龄在65岁到84岁之间,重症患者中该年龄段的比例更是占到了46%。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,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应该注意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,以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,帮助保护中老年人。 所有的患者中,35%进入了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患者,以及80%的死亡病例都是65岁以上的群体。 报告指出,这些研究数据与中国的报告数据相似,中国的研究数据也显示了绝大多数的死亡病例是在60岁以上的患者。 另外,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,美国新冠肺炎患者中,有38%的患病年龄在20岁到54岁之间占比最大,这就说明了任何年龄段的成年病例都可能因为重症住院治疗,不可掉以轻信。 这份报告研究了从2月12日至3月16日之间,4226例新冠肺炎病例,在508名住院患者中,年龄在20岁到54岁之间的占到了38%,55岁到64岁之间占到了17%,65岁到84岁之间的占比达到了36%,而85岁以上则占到了9%, 报告显示,与其他国家一样,美国年长群体的患病严重程度和死亡风险相对较高。 美国疾控中心建议,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,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应该减少社交活动,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。 终点终望正面报道。